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6月26日的港度新聞 我是潘文玉 在25日晚間下班時間 高雄市一場強降雨 造成多處積淹水 也使得多輛汽車受困於水中 幸好警銷人員接獲通報 即使前往搶救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25日晚上下班時間 一場瞬間的強降雨 造成市區中小港林園大寮等多處積淹水 大雨也使得多輛汽車受困 警銷接獲通報後 迅速抵達現場拉開封鎖線 並且協助受困車輛 阻導人車避免行經淹水路段 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氣象局也對高雄發出豪雨特報 但是小港區的中林路段 每逢大雨避淹水 雖然相關單位都有疏通排水溝 還是躲避不了淹水惡夢 當地里長也無奈表示 習以為常的當地民眾 都知道在下大雨時 只能避開淹水路段了 長海波價提起的四點半開始豪雨一日落 就到八點八點八點才比較小 那邊美鳳大雨也中林路跟沿海路 沿海山路這裡也淹水 李明有說受困難在那裡 有啦 不然要怎樣 是還好啦 不說到那裡就消退了 那工夫叫上去看火工幾十次了 就沒辦法做 淹水的問題從以前到現在 已經很多次都有反應了 那以前反應的時候 剛才那個政府的作法 就是把裡面的淹泥或住業 都清過 清過但是後來觀察過 說每日是強降雨 還是跑大雨的時候 還是一樣都淹水 讓我們感覺就是 應該那個排水系統 不過晚上那個排水量太小了 瞬間大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不只小港區中林路的淹水 一度造成酒車食人受困 大寮區女子監獄前也有路數倒塌 好險都在警銷人員抵達現場處理後 沒有進一步造成民眾傷亡事件 記者李嘉隆採訪報導 好 疫情持續三級警戒 高雄市農業局與各區農會 推出了蔬果桑 主打新鮮超值免運費 透過高雄好家在的平台 讓你在家也可以購買到新鮮的蔬果 疫情三級警戒持續 民眾吃膩了外帶 不妨自己嘗試下廚 而為了讓民眾在家也能夠買到新鮮食材 高雄市農業局與地方農會 推出了替你撿好好蔬果桑 讓你在家也能夠享受到最新鮮的蔬果 疫情期間出門買菜怕群聚 所以市府與高雄地區農會 跟鳳山區農會一起推出撿好蔬果香 他的意思就是說 由市場的人員直接到批發市場 幫你喧嘩喝喝傳本本 直接將新鮮的蔬果送到你家 本次推出的蔬果香主打最新鮮 最超值免運費 農業局與各區的農會 為民眾挑選蔬果 再由高雄好家在系統 小黃司機幫您送到家 而運費全是由市府來補助 這個方案跟別人比較不同的 有三個地方 第一個它是最新鮮的 因為它是現場由批發的人員 在凌晨三四點的時候集貨 然後在當天就會直接送到你家 它是跟你去市場買的一樣新鮮 第二個部分它是最划算的 因為它是配合高雄好家在的一個小黃配送的計畫 20公里的運費直接由市府幫你買單 第三個部分它是最實在的 因為坊間的蔬菜箱 它裡面都包含了運費 那我們的這個方案 消費者的599跟699的一個方案 它是直接買在蔬果的部分 所以它是最實在的 購買新鮮蔬果不必再親自跑一趟市場了 只要透過手機通訊軟體點選幾下 就有專人幫您送到家 歡迎民眾多加選購 記者 張世銘 潘文玉 高雄報導 位在新岩城商圈的老字號漫畫店 參加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舉辦的線上獨冊活動 即將在臉書舉辦多場的直播與觀眾互動 到讀多部漫畫作品更有抽獎活動 喜歡看漫畫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三級警戒延長 為了配合政府防疫以及滿足漫畫迷的需求 新岩城商圈的新樂書店 在暑假期間推出線上獨冊 防疫有意思活動 邀請漫畫達人們來深度剖析鬼滅之刃 電巨人 咒術迴戰 灌籃高手等等全球暢銷漫畫 一起重溫經典橋段以及發掘隱藏觀點 要帶領觀眾走進漫畫的世界 那這個活動是我們剛好是文化局補助以指導的 它的名稱叫2021線上獨冊 那我們新樂書局都是漫畫小說 所以我們就推出了八部漫畫 我們總共會有三場的直播 有互動的一個線上講座 那還有五本書的線上導讀 這個是預錄的 我們會陸陸續上架到我們的官方FB粉絲專頁 大家可以去上去看一下 就是讓線上看漫畫的味道 線上講座不僅內容豐富 涵蓋主題廣泛 為了吸引更多人一同參與同樂 書局更推出了抽獎活動 只要連續參加三場的直播 且回答通關密語 就有機會獲得全台限量100張的聯名一卡通 那明天這個講座呢 我們為了讓這個活動更有趣一點呢 我們每一場都設定一個通關密語 在留言區留下通關密語 因為我們這是直播嘛 留下通關密語呢 我們就可以來抽這張一卡通 這是我們跟商圈來 跟高雄捷運公司的高學造女 還有商圈來聯合發行的一張一卡通 非常限量 如果你連續三場都有來參加的話 在留言區留下每一場的通關密語 就可以來抽這張一卡通 在網路的快速發展之下 傳統實體書店已經越來越少 新的書局立拼轉型 也因應疫情不均之原則 全面禁止民眾進入 目前也推出了線上賣書 宅配道府服務 希望維持營運收入 對 我們因為現在是三級警戒 所以我們沒有對外營業 那我們這種店 原本就是已經 人家講了說房屋失業了 大家很少走入書店來看紙本書 所以我們已經很少就轉型在線上售書 那環疫期間我們怎麼沒在經營呢 因為我們有很多手課 他可能每天都要看書的 那我們不對外營業 我們就跟他聯絡 需要什麼書呢 我們幫他準備好 他來拿或者是我們送過去 就是不讓他進到書店裡面來了 疫情之下百頁蕭條 實體書店受到的衝擊更是巨大 新的書局推出線上漫畫解析講座 也寄出好理抽獎 要讓民眾的防疫生活更有文藝氣息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週新聞回顧 擔心市場成為防疫破口 市府陸續推出了簡訊實聯制 以及開放單獨出入口等等的政策 而在林亞市場製製會 更是製製了一個自動消毒通道 雖然用的消毒液也是天然無毒 希望讓攤商跟顧客都能夠更加安心 現在婆婆媽媽到市場買菜 不管是簡訊實聯制還是分流 都已經成為日常 而為了再加強防疫工作 林亞市場製助會特別訂做了一個通道 只要民眾一經過就可以馬上自動消毒 其實這個單一通道之後 我們就想說每天進進出出的這個人流很多 那希望說可以導入一個消毒通道 所以我們在很快的時間就組裝了這一個消毒通道 然後給我們的這個林亞市場的消費者 還有這個攤商來使用 消費者安心之外 我們的這一些市場的攤商 因為他們也都經常要送貨載貨進進出出的 他們覺得說有這樣的一個消毒通道 對他們來講很好 防疫期間為了照顧攤商與顧客的健康安全 智智會就突發奇想 製作了這個消毒通道 另外他們也很貼心的注意到 若消毒水太刺激 對人體以及購買的食材會有負面的影響 因此也選擇了天然較溫和的消毒液來噴灑 包含科技的結合 我們的天然無化學物 第一沒有不含酒精 而且我們在環境那邊會有抗菌除臭 而且還有消毒的作用 所以說對這個大地環境是無汙染的 不管是你噴到人體以後 還有你的食材 還有我們經過的食材噴到 我們都是沒有這個隱憂 對人體也是無害 避免菜市場成為防疫破口 不管是市府單位推出各項的防堵措施 而市場也全力的配合 更發揮巧思 做出了自動消毒通道 讓顧客與攤商都能夠更加安心 記者張士銘 潘文玉 高雄報導 受到封面的影響 全台大雨不斷 市區就發生行道樹 土質鬆軟 露宿倒塌的事件 還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全台受到治流封面的影響 造成連續多日的豪大雨 也帶來不少災情 這波雨勢也影響到市區中的行道樹 由於水汽飽滿 使得土質鬆軟 加上部分入宿的樹屑窄淺 使得倒塌事件平傳 高雄市政府公務局養護工程處 陸續接獲民眾通報 前往現場將大樹一致排除 因為我們高雄市那個樹木 都已經栽種了差不多二三十年 而且有一些都已經差不多三四層樓 甚至更高五六層樓高 然後樹那個頭重腳輕的結果 又加上連日豪雨土壤鬆軟 尤其在人行道 它那個根系生長的空間 比較不足的情況下 然後又遇到大雨的話 就很容易就傾倒 由於養工處 平時就有進行樹木殘肢修剪作業 而市區樹木倒塌事件 初步認定為土壤鬆軟 以及潛根性樹種引起 導致頭重腳輕 大好雨一來 樹根抓地力不足 又有樹屑寬度的限制 隨著時間的生長 高大的行道樹在強降雨的到來 恐怕都是一種隱憂 目前最近的話有幾顆傾倒 是因為它也是真的是 樹大招風還有樹屑不足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後續也是都進行修剪 然後還有也會循檢 往上生長的樹木可以帶來涼爽 但經過下了雨的大樹 也可能帶來危險 民眾在大風大雨下 經過行道樹時 若是發現樹木有搖晃或是倒塌 請及時通報 別讓進一步的災情產生 記者李嘉隆採訪報導 疫情之下宗教廟宇不得進入群聚 而在高雄就有間廟宇為了持續服務廣大的信眾 推出了線上收金加持 希望透過網路將神明的保佑加持給民眾 在疫情下能夠更安民心 先是恭請令旗 再拿起清香筆劃幾下 口中念著長串咒語 庙宇中的師父正在進行加持收金的儀式 但面對的不是民眾 而是電腦螢幕 疫情三級警戒持續進行 不只是民眾盡量減少外出 就連廟宇都嚴格管制不得入內群聚 而為了讓民眾在疫情期間 可以透過信仰的力量更安心 林亞區一城堂關地廟就推出了線上加持收金 讓民眾在家也能夠得到保佑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沒有辦法出來 又不能群聚 在這幾天官老也再來慎世 他是希望透過網路 讓更多人能享受到他的加倍 讓信仲在心靈上得到更多的慰藉 民眾不只可以透過線上的APP來報名收金加持 更可以透過手機擲筊 院方表示經過請示聲明之後提供的這些服務 都是希望在疫情緊張之下能夠安民心 因為還有一些就是說他們是希望 我們有APP 我們也可以去上我們的APP網站 你就可以去抽籤 是很靈的 傳統廟宇與時俱進 在疫情下提供民眾線上收金的服務 也希望透過神明加持讓疫情早日過去 記者張盛銘 潘文玉 高雄報導 因為疫情的關係 長照據點都停課了 長輩在家悶得發慌 富民長青中心就特別安排老師來中心 進行線上課程 雖然少了和長輩的直接互動 但老師們都還是非常的賣力教學 希望長輩在家也能夠跟著一起動一動 手臂延伸 吐氣 轉手 瑜伽老師坐在瑜伽墊上示範幾個瑜伽動作 不論是腳擺的位置還是手舉的高度 都要配合呼吸 老師也都一一說明 雖然只是對著筆電鏡頭 前面看不到長輩有沒有跟上 老師還是放慢速度賣力的教學 因為長輩的動作通常他們的動作也沒辦法太快 你如果太快的換 而且是直播跟直播跟我們現場的時候 他的那個時間會有一點delay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等一下下 雖然看不到他們 可是還是有感覺到他們是在我的身旁啊 所以我還是沒有感覺到很寂寞 還是感覺到滿滿的人量 因為疫情的關係 長輩不能到長青中心來上課 在家裡悶得發慌 紛紛向中心反映 中心也因此聯絡幾個老師開設了線上課程 有氣功按摩 伸展超 華爾滋和瑜伽等課 讓長輩在家裡也能夠跟著影片動一動 他們沒有來上課啊 真的在家裡很無聊 那我們在一段時間之後覺得說也不知道說到底要修管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想說這個禮拜呢來安排一下我們線上的課程 然後所以在我們的負名長青中心的臉書這邊有直播 那主要這個也是據點的一個我們設計的課程之一啦 這也是為什麼那個雅雷這邊這邊一有課的時候我就說我我我我要報名 對對對 因為這邊呢 除了就是因為在家也是真的管的很久了 也因為停課 課程老師沒有上課 收入也減少 中心也希望藉由開設線上課程 讓課程老師有些收入 老師也樂得和長輩在線上互動 希望長輩們保持身心健康 安然度過疫情 就算你關在家裡沒有因為新冠肺炎 有可能也會因為其他的一些事情 然後影響到你的身體 那如果你動一動的話 那其實它不只是身體上 它可能心靈上也會感覺到有一些安撫 會比較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我們這樣子的線上課程呢 其實也是可以幫助老師多少有一點點這樣子的一個講師費的收入啦 長輩 負名我們 然後還有包括老師 這是一個雙三贏的局面 不論疫情未來如何 讓身心保持最佳狀態最為重要 中心為了長久之際 還是不斷推出課程 希望在遵守防疫的措施之下 透過線上課程持續照顧長輩 記者潘志光 賴昌邦 高雄報導 第一線 防疫的醫護人員在疫情升溫期間 相當辛苦的堅守崗位 讓許多民眾敬佩 更是送上許多物資來打氣 而中山國小師生特別發現醫護人員長時間佩戴口罩 耳朵都會被鬆緊帶壓的不舒服 因此他們就結合了課程 做了口罩剪壓袋 希望讓醫護人員們執勤時能夠更加舒適 醫院外送來一箱箱的物資 除了飲品餐點之外 還有一個個長方形的口罩剪壓袋 中山國小師生們創意發想 結合3D列印的課程 做出口罩剪壓袋 捐出要送給醫護人員們 希望減輕他們長時間佩戴口罩的不適感 是覺得醫護人員帶的很辛苦啊 整天帶著一定很悶啊 所以想出這個點 只要做這個東西 那也是因為試過之後才會開始大量製作 因為防疫的關係 所以就變成我們在學校也都要戴口罩 然後戴一整天其實學生就會覺得很悶熱 那很悶熱的時候後來我們就想到說 那我們既然這樣戴一整天都會覺得悶熱 那醫護人員一定更辛苦 所以我們就是上網找一些就是這種口罩剪壓袋的一個模型 然後比較過不同版本之後 然後我們後來覺得這個版本我們就還蠻適合的 後來我們就決定就是把它做量產 就是做了100個這樣 然後做捐贈 而收到這樣的禮物 大同醫院院長洪仁宇也表示感謝 他說自己長時間佩戴口罩 耳朵後方都會被鬆緊帶壓得不舒服 學生們有這樣的巧思發想 讓醫護同仁們感到很國興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貼心的設計啦 其實我們的護理人員 因為大家的臉型是不一樣的 所以但是口罩一般來講 它是一個固定的格式 但它這個是可以因為個人的臉型 然後去稍微調整一下它的密合度 其實對於保護我們的醫護人員 在臨床上面是有幫助 以我個人來講 我頭比較大一點 其實我大概在三個小時之後 我的耳朵就會不舒服了 所以希望這些對我們的醫護人員都有它的幫助 這一次我們除了贈送這個防護帶以外 我們老師聽到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買了兩百杯的飲料 對代表我們學校對於這些醫護人員的一個敬佩 另外我們家長會會長 也特別簽證了兩百包的老師餐的乾麵 希望簡輕他們對平壤辛苦的一個守護 除了師生們的巧思之外 家長會也募集了餐點以及飲品 要感謝醫護人員們的辛勞 希望這點付出可以成為防疫工作人員們的心靈後盾 全台各級學校都停止上課 而一手大學商業攝影校內展也因此停辦 不過學生們改為線上辦展 以網路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作品 一手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位學程 與娛樂事業管理學系今年開辦商業攝影展 但是因為疫情取消了過去熟悉的校內展 改成線上舉辦展覽 教授認為 除了能豐富學生籌辦展覽的經驗 線上展更可以收到來自各方的指教 那我想說讓他們有那種機會 從自己的那種作品可以辦一個展覽 讓他們可以有實作的那種經驗 主要是我相信他們的東西 做得好不好這是一回事 但是他們要有機會 也勇敢地把這些東西給展現出來 讓外面人可以看到 接受外面的批評跟指教 好或不好鼓勵或是挫折 就是給他們那種成長的那種機會 這場由學生全程策劃的展覽 讓同學們發揮課堂所學 在人像攝影的題材中揮灑無限創意 學生表示雖然臨時改成了線上展 困難重重 而且很可惜 缺少了與觀眾直接互動的機會 但也是一次非常特別的經驗 因為我們其實實體展覽已經製作到一半了 然後是突然因為疫情的關係要取消 所以要馬上改成線上展覽策略 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第一次辦展覽 就變成說我們自主能力方面有增加 然後就是開始知道辦一個展的流程 不是靠想像 就是實際去把它做出來 就尤其是在這個期間 就是辦這個展就很困難 可是也因為是在這個期間 就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然後就可以發現說 假如說之後還有要辦明星活動 或是展覽的話 就可以知道哪些問題需要去做立即處理 就可以有更清楚的方向去做 雖然少了實體展 但教授認為 今年的線上稅影展 不僅僅是一項給學生的挑戰 也希望學生吸收這次的經驗 對於未來的畢業展覽策劃 一定有幫助 其實對他們眼睛是一個 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操心的部署 因為他們馬上就是念四年級的學生 他們也還是要準備他們自己的畢展 有這個線上展的機會 提前讓他們訓練說 知道這個是怎樣 是這樣做好或不好 讓他們可以從這邊吸取經驗 做好他們的畢業展 然後也許B站之後他們可以找工作的時候 他們至少會有一點點小小的經驗說如何辦 線上的展覽 這個也是誤打誤撞的一個好處 我想 這次的線上商社展 不僅有學生們的創作理念和精彩的攝影作品 更有多支介紹影片 期望透過網路與更多人分享作品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 Homepop中家七年港督有線電視響應高雄市政府 賢愛力挺 率先推出低收入戶之新舊用戶賬單 全額減免章案 截至起至7月31日 七年港督有線電視的既有低收入戶用戶 全額減免寬頻服務三個月賬單 最想頻寬向上升級一接三個月 而還沒申辦中家寬頻服務的家戶 凡是具備低收入戶憑證 且家中有同住之18歲以下身心障礙學同者 亦可以撥打指定專線 0281786958 或到Homepop中家 七年港督有線電視的門市來申辦 繼續提供給您最新的防疫資訊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督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潘文玉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下次見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妳說 現在東南亞那邊 天鎖啊 接種疫苗後 喂 在這條台灣負面的消息 可以先去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賣個片網站 這裡是衛生福利部 花紅網站加順 千萬五天黑白散步 專團 以免出發 那是散步疫情不息的消息 上官一到發三百萬 這裡是三年以下優秀逃圈喔 現在是經濟看護青 疫情共犯領透明 社會控疫向前行 水一顆冬 到到我幫她車擁大 比以前出門 回去已經是立頭路線 一步走一步來打 為了要進出神殿的石垣 給大家吃 HOME PLUS中家 慶蓮港督有限電視 與您攜手向前行 出門 出門 走一 yere 出門 出門 ницу udi 你知道嗎 好久不見